听到达赖说有关于他来台湾访问这件事情 对于两岸关系会不会有负面影响 这件事情可能要半年或是一年后才能够知道 但是今天在晚报里头其实出现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中国的副总理李克强 去参观了吉林东北亚投资博览会的台湾馆 那跟冒邪的王志刚有一张合照 这是不是透露一个讯息 就是说达赖来台湾这件事情 在他离开之后就没事了 魏远怎么看 我的看法就是马上的临界点一定有负面的作用 所以包含最近一连串我们所知道的 像上海来台湾的南京来台湾的全部都取消掉 或者是从正部级就变成负部级 还有听到马上之后受影响 我比较担心的其实也是ECFA会不会就被拖延 比较担心就是第四次江城会被拖延 如果这两个指标被拖延的话就确定有影响 所以达赖讲说要半年以后才看得出来 我觉得他看得太乐观了 可是李克强是胡锦涛本来的指定阶段 所以这个讯息应该也告诉大家说应该是没吃的